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就是目睹我们这个真人的风采的话 这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呢 一定要腾出一点点的时间了 那么你们可以就是到我们雪兰娥州的 这个不中爱欧爱莫 我们将会在那里呢 星期六和星期天从早上的十点钟 到晚上的十点钟出席这个 原制原创的大满秀 那我个人呢就特别喜欢今年的这个主题 因为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推广这个爱 那你和你的家人或者我们希望在这两天当中呢 你可以像你的家人朋友 还有你的这个情人 跟他们大大增说 这个520也就是我爱你了 那么我们时间差不多 到底这一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先别告诉你或者先不要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秦文斌老师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每日一字 哈喽 大家好 是Jan 秦文斌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每日一字要学的 身字又是什么 这个字怎么念呢 就是G-O-N-G 宫是第一声 那它是属于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它的笔画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部首为月 这个字念宫是属于总笔画 是八画的 那宫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它是指我们身体上的哪一个部位 哪一个部位呢 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肩胛骨 然后一直到这个手肘的这个位置 就是胳膊这里呢 我们也称为宫 那我们常用的词呢 就有着宫骨 就是指上臂中的这个长骨 然后长端呢 跟我们这个肩胛骨相连 那下端呢 就一直到这个尺骨和饶骨相连 OK 我们就叫做宫骨 再来还有骨公 它就是指大腿和胳膊 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部分呢 那隐身呢 就成为是辅佐这种君主的大臣 又比喻为左右辅佐 辅助得力的人 也称为这个骨公之臣 或者是耳目骨公 简单来说就好像是宰相啦 OK 来辅佐我们的君臣的 就叫做骨公了 还有骨支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兄弟的意思 就称为公支 还有在这个是折功 就是有三个意思 那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指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个人好像犯了错误 就必须要得到这个折功 简单来说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屈臂为利 OK 比喻我们的来往交接 那第三个意思呢 就是比喻经过磨练 而非常有经验丰富的 就叫做折功了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三折功 或者是三折功为良医 那意思呢 就是指多次断臂 那成为呢 之后就成为了 可以治疗断臂的医生 所以呢 这个意思也比喻 就是对某些事呢 就是阅历很多 然后富有经验 能够照应今生 所以呢 就是我们常慢慢地累积经验 在这方面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金砖的一个程度 我们也称为三折功 还有就是我们驱躬而枕 这个就是弯着我们的胳膊当枕头的意思 就是比喻安于贫困的生活 所以也可以这样子的例句 比如说我们做人不可以只是驱躬而枕 我们要八分图强努力地向上 就是不甘于我们贫困的生活 好 再来还有就是 骨弓之力 就是指辅佐的能力 还有心理骨弓 就是指这些人的体重 人体非常重要的这个部位 那比喻非常亲近的得力助手 那最后呢 还有这个情重将弓 就是指兄弟的友爱 所以我们看到公这个字呢 就是除了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部位之外呢 其实呢 它很多时候呢 都是比喻在关系上 就是比如说兄弟 兄弟 或者是那种辅佐的大臣的 所以大家呢 对于这公的意思 又更深层地了解了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其实也是和这个 刚才Desmond开场的520有关系的 就是爱爱爱 充满爱的世界 大家想到什么呢 当然就是爱情了 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刚完婚嘛 然后也穿上了这个大马 记录大全的最长婚纱 所以我对今天的课题呢 非常有感触 非常有深的这个情意见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好好来谈谈 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婚纱 每个女人都希望在梦幻的婚礼中 能穿上一席漂亮的婚纱 让这个梦想更趋完美 最初的婚纱设计 其实简单不复杂 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的婚纱的款式 越来越新颖 设计师总是希望在不经意间 给人惊喜 婚纱可以说是 时尚界最传统的服装 而近几年的婚纱趋势 也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当然除了新娘是主角之外 伴娘的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伴娘服该怎么设计和穿搭 以便可以特显她的美之鱼 不宣宾夺主 这就是一门学问了 而捧花也是新娘的一个重要装饰 今天《活力加油站》 就来教大家 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纱 让女人能够成为 婚礼当天最亮眼的星星 我真的是感觉到 今天是充满爱的一天 但是呢 我觉得对一个准心人来说 如果我们谈到这个婚纱 或者礼服的话 他们是最傲恼最头痛的 当然你知道 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 就一辈子可能只穿那么一次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 非常地亮眼 但我相信呢 每一年的这个婚纱趋势 还有流行的部分都非常地不同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请婚纱设计师 Celestoy来告诉我们吧 Celest 你好 Celest 你好 这个非常有名的 我们的这个婚纱是自私的 好 那我们来先说一说吧 如果我们在挑选婚纱的时候 要注意的有一些事项 比如说有什么呢 就要看您的身体的那个身形 对 您的身形 应该需要穿怎样的一个身形 就会比较 看起来比较flattering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布料 那个面纱其实跟这个体型 有很大的关系 是吗 都有的 那比如说呢 就是可能比较瘦的人 或比较胖的人 应该穿怎样的一个这个布料 我就觉得呢 每个新娘 每个准新娘都有不同的那个 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还有他们的那个 这个charisma也不一样 所以就要看他们结婚的地点 他们结婚的主题 是什么 然后再去把这个婚纱设计 来给它比较 看起来比较整体 这样 就是达到一致的感觉 老实说 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这样的话我想问 这应该 因为一般的人 普通人 他会先去挑婚纱 他就没有理到 就没有理到他的可能环境 他的主题类似这样的 所以其实要先订这些主题 然后去才设计婚纱 设计婚纱比较好 现在我觉得比较年轻一代的 那些新人 他们会请一个婚纱计划 然后就把整个东西 都已经是计划好了 才来见我们 好 所以通常你就会收集了 很多很多各方面的资料 包括新娘子 他的身形 主题等等 对 然后最后再给他一些 觉得适合他的一些设计 对 因为如果他的婚纱是在海边 就是在海边 就不可能算得长长的 对不对 如果是太笨重 太大的那种 碰碰裙 就不适合了 整个风吹起来 对 没错 所以你们设计师设计 你们就是除了要了解她身形之外 要了解她的全部这个主题 然后就是为她 就是定造一个真的是适合的 对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新娘子 通常都希望自己当天晚上 是最初衷的嘛 对 所以穿得修身 适合自己的身形也很重要 所以剪裁方面的话 就是可能叫依据那个新娘的身材 对 体力 来去特别定制 对 好 这样一般上你是怎样去建议他们的 有没有说一般上 比如说有一些人比较风狼的 或者有一些人比较瘦小的 你会怎样去建议呢 如果是比较瘦小的呢 我们会建议可能穿一件 比较看得到比较有身材的 就好像一个梅美卡的 就比较看得到她的身材 吐出了她的整个优点出来 那如果丰满的话呢 如果丰满的话 我们会建议她可能穿一个 Illusion neckline 就是上面是 薄纱 薄纱 然后有一点蕾丝 就看不到她的那个丰满 对 可能会有些重叠式的 对 不然的话就 因为我觉得很难的 因为一就是暴露你整个缺点 一就是可以提升你整个的这个优点 所以一定要找这个设计师 对不对 对 没错 可是我又觉得你知道吗 有时候因为其实每一年 婚纱也有自己特定的一些流行主题在内 那我们要挑选流行的 还是选适合自己的呢 要怎么样去拿捏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 都要平衡 对 都要平衡 然后就好像现在可能很多人就会 跟着那些蕾丝 对 就有些蕾丝的那个婚礼 他们就会拿这个做成一个 对 情文明传过了 这个破纪录的 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喜欢比较复古风格 传统的 有没有说 因为其实婚纱 你也看得到有不同国家的嘛 对不对 有没有说马来西亚的人 比较喜欢哪一种的呢 对啊 我就在马来西亚有这门生意 差不多有八年了 是 是 所以我是觉得呢 80%的马来西亚的新娘 他们都喜欢比较 然后是那个抹胸的 是 因为我们的天气嘛 比较热一点 对 我还以为现在还流行那种 凤凤群的不是 是吗 所以你看 还要跟天气有关系 所以现在流行的那个 那个风格的话 会不会比较偏向比较复古式 还是怎么样 都有 都会有 我觉得好像那个复古式的呢 他们喜欢在比较那种 绿色的那种场合 所以就比较适合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要找设计师 为什么好 因为可能我是喜欢传统式的 但是如果已经好了的婚纱 可能不适合我身型 所以可能找到一个设计师 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转入在你的身体上 一起结合 那我想问一下身为一个设计师 你没有说有一些新娘 最好不要选哪一种婚纱 对 太暴露的 太性感的 我觉得可能那些比较 好像我这样的 比较矮小的呢 就不要穿开大件的 不然你会显得好像你 自己小小个 看不到我那个身材 也看不到那个 我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你挑选一个碰碰裙的话 可能只看到那个头小小 然后下半身的 就是那种小朋友穿大衣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刚才Desmond有提到一点 就是不要太暴露 我觉得应该也是吧 因为毕竟当天 因为是可能比较庄重的日子 而且很多亲朋好友 也会当天聚一聚 所以太性感 太暴露的 会不会Celeste也不太坚定 需要看他们的家人 如果他们比较摩登 还是比较保守的那种 需要看 因为有些新娘子他们是喜欢 如果我有 我就应该秀 是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妆发或者是化妆 又应该怎样 就要看那个组织 如果是复古的 他的头发可以怎么做 然后他的化妆可以比较减点一点 所以这些你们都会给一些小建议 对 我们会给一些意见 那如果是现在流行的妆发 来配合整个婚纱 整体的感觉是很好看的 大概会是怎么样的 就是简单为主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要比较娱乐一点 高贵 高贵 气质的那种 对 今天我们特别 我们的Celeste也带了 她的最新的一些作品过来 对 我看起来真的是很高贵 我们立刻带我们去看一看 来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那我们先看这两套 这两套其实是属于什么风格 我想问一下 这个有一点比较复古 复古的 是不是 对 所以刚刚Celeste有说到 其实现在比较流行 这个cutting就是这样 绣长下来的对不对 对 然后有一点 蝴蝶的感觉 这个蝴蝶的尾巴很大一下 所以很喜欢这样的 新娘子都比较喜欢 有一点尾巴 拉的 对 所以会比较高贵一点 所以这个的话也比较适合 比较娇小的一些新娘 都可以 然后我看得到现在 可能是比较流行一点 这个叫什么 针织这样的一些布料 绣花蕾丝 对 绣花蕾丝 好 所以现在都是比较流行 那种比较大片的一些绣花图案 好 那其实这个看到这个完全 这个裁剪和这个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可以讲一下 它就比较碰碰的感觉 这个就比较A线 A线 A线的意思是说 它就是这样下来是吗 对 就好像要摇身 有些新娘子 她们觉得她们的肚男 有一点比较大一点 还是什么 她们要 就可以修饰整个身材了 对 就看 就没有那么看的明星 好 这些我觉得 这些好像你们女生 会很难走路吗 应该还好 这一个会比较难走 这个对 因为它是窄角的 是 不过通常我们走的时候 都会踢一下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好 真的很适合我们国家的天气 因为以前的婚纱是厚厚碰碰的 这个是看起来很清爽 这个在户外都很好 都很好 那些花园式的概念 那些都很适合 除了这两套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外的 是不是 现在Selene如果我们展示的 都是它最新的一些统统 对 好 来 这个我看到有一点 这个也好美 就是不是那种很传统式的白色 这个有点香槟色 香槟色的一些香槟色 对 然后它有一些珠子 可是这个珠子里都比较亮 就是属于那种Swarovski的 是不是 这个有餐一点点 可是注重的是花型 好 所以大家会发觉 现在流行的那个花案 都是比较大的 都不像以前都是那种小巧的 是不是 现在比较 因为都是那个绣花的 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好像 有层色感 有层色感 比较不平均的那种感觉 是 那除了这个 那这个就看到是一点 这也是碰碰的 对 这个就是Swarovski Crystal 就比较亮一点 然后这个是用手工绣的 绣上去 所以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这样这个价值非凡 对 是不是 有一点 好 那什么样的人又适合这样子 大碰碰的呢 如果你是在可能 在那个酒店 就是大厨房的那种 进场的时候 对 就比较大厨一点 好 看起来真的 我没有想到这一件婚纱 除了就是看它漂亮不漂亮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学问的 当然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每一个不同种族 或不同国家的这个新婚习俗 有很多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各国有趣的婚礼习俗 丹麦婚礼秘密进行 丹麦人筹办婚姻会有好几天 可是却是秘密进行的 因为公开筹办会触怒鬼怪 或引起他们的嫉妒 在婚庆快要结束的时候 人们把一大坛的啤酒抬到院子里 新郎和新娘的手握在酒坛上方 然后酒坛被打得粉碎 在场的试婚女子会把碎片捡起来 捡到最大片的女子注定会第一个结婚 而捡到最小的注定会终生不嫁 日本婚礼 传统道教仪式 在传统的日本道教仪式上 人们供奉卡蜜存在于自然界的神灵 在举行婚礼时 神职人员祈求神灵保佑新婚夫妻 仪式的最后一项是共饮清酒 既参加婚礼的人共同分享 承载三支扁平杯子中的米酒 这三个杯子从下网上依次摆放 新郎拿起第一个杯子 戳三口酒然后传给新娘 新娘也连续戳饮三口酒 再将酒杯依次传给其他亲友 然后再开始喝第二杯和第三杯酒 在德国应邀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 每个人都带着几样的破碗 破碟破盆破瓶之类的物品 然后玩命的猛炸猛刷一通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新婚的夫妇 除去昔日的烦恼迎来甜蜜的开端 也祝福夫妻俩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 能够始终保持火热的爱情 终身形影相伴白头偕老 印度婚礼为了祭祀 在印度教徒来看 结婚的首要目的 是要完成种种的宗教职责 因为男子必须结婚生儿子 才有资格向祖宗供奉祭品 因此在结婚仪式上 夫妇双方为此念咒 祈祷 发誓 并且丈夫与妻子明确说道 我是为了得到儿子才和你结婚 祭司等人也为此而祝愿他们 欢迎你祭司守着火雷加油站 那刚才我们就了解过了 我们的新娘应该要如何选择婚纱 那如果是伴娘呢 伴娘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也很重要 但是又不可以宣兵斗 就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问问Celeste吧 就是我们在选择伴娘的这些礼服上 又要注意些什么 我觉得舒服是最重要的 因为伴娘她们 然后比较简单一点的是吗 对 然后比较简单一点的是吗 可是我觉得好像一般现在的人 好像我朋友他们结婚 他们很头痛她伴娘穿什么的 对 因为他们也要求很高 对 所以可是就是要注意这三点 就是最重要的 对 当然有没有说要跟主题 还是长短怎么样去区别 是 我觉得我很多 我的客人他们都会好像 有一个团队 就好像一个花团队 或者一个颜色的主题 然后这个颜色的主题 就要带到那个伴娘的衣服上 是 所以它就是一起的 这样才可以配合出 比较整体 对 那可以看得到 伴娘一般上他们用的这个颜色 都不会白色 对不对 可是用的颜色也比较柔的 比如说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粉色是很 最适合的 在马来西亚 在亚洲 我觉得好像粉色或者浅蓝色 就是浅色的那种 粉色系的那种 也是用很多纱布这样的 对 纱布或者雪坊 就比较飘逸的那种 因为它是小仙女 对 我觉得突然有想到 就是可以跟主题 比如说可能它是有点海洋主题的 可能就有点浅蓝色还是什么 如果是那种花园的话浅绿 这样也是挺好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Celeste也带了 好多件这个伴娘的礼服来 为我们展示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又再走过去 好漂亮 这些 真的 这个是 我还以为 就是可能也是去 晚上的一些晚宴都可以穿吧 对 都可以 很大体 就好像有点派对 有点嘎啦的那种 对 好像它这里中间 有这个鞭子 我觉得除了可以收腰之外 因为它好像有点 罗马式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 好像罗马式的主题类似 比较罗曼蒂克的 对 浪漫一点的感觉 风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 整个设计也比较简单 但是它也就是不适 它的那个高贵的风格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打质的 很多这个细节做得非常地好的 是 这些全部都是手工 我觉得Celeste很用心 非常棒的一位设计师 Celeste 我想问一下 类似这样长裙的一些伴娘裙 是比较适合它的这个姐妹 是比较高挑的吗 身材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因为它是A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修短 所以就是比较可能矮小的也适合 都可以 看到你这个隔壁的 它好像有一个小蝴蝶 在那边很漂亮的 它很飘逸 因为这是雪房 这个它是可以拆的吗 还是 这个不能拆 可是可能 粘身的 对 可能会比较适合 一个比较 丰满 丰满 保守 或者保守的 因为可能它会觉得不要录太多 对 所以它可能就会有类似这样 对不对 可是它用的这个布料 是完全不一样吗 Celeste 可以不一样 可是颜色要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同一天 穿的不同的姐妹 对 一个保守的 一个是比较性感一点点的 所以Celeste 你建议的话就是 新娘一定要穿一样的颜色 对 可以不一样的设计 可是颜色要一样 就看起来比较 比较一致 对 可是就是不要乱乱的 可能它就是在隔壁 不知道哪里走过来的 那个不认识的 走错了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长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裙 短的 好 好 来 这个浅灰色也是很好看 是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这样子的浅灰色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新娘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颜色的 可能是有白色 才可以配到这个浅灰吧 我们的婚纱都是本白色的 好 这样子搭配的话 那就也挺高贵的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灰色吗 还是 因为它好像有一点点那种 很高贵的紫色 银色 银色这样 对 有一点带颖 所以看起来很美 还有一些小小的花边 是 那这个就是看起来是浅蓝色 刚刚Celeste有提到的 海洋主题的 好 这个也是属于比较蓬蓬的 是 长裙的 然后那个是香槟色吗 还是什么色 这是 就是 就是银色 银色 还有分银色 对 所以就是新娘是穿银色 你要 范娘要穿银色 所以这个其实两个也是同一个设计吗 对 一样 只是不一样颜色 不一样颜色 可是可以不可以说我想穿同一个设计 但是不同颜色也是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整体的话 颜色比较 是最重要的 对 一样颜色会比较漂亮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好像做伴娘 对不对 她穿到这样 因为一般上新娘也是有很多饰品 耳环类是这样 那你觉得伴娘也需要戴这些 如果她是穿好像有一个脸色的 有脸色 这里已经有脸色了 你就不需要 带耳环可以了 好像这些空的话 可能就可以带一下耳环拿来点缀 但是也不要太多的那种是不是 对 不要太夸张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Celeste有没有建议说 现在流行的伴娘礼服 一定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些条件 有没有这样子说 我觉得比较经典的会比较好 就不会很容易被淘汰 对 就是永久不衰的那种 选择比较能够 那为什么我觉得做伴娘更好 因为一般上我想问一下 一般上如果是伴娘的服装 是新娘只要付钱做的是吗 对 所以她就做一个比较 刚才就是经典的 她就是除了那天穿 然后过后去什么 还可以穿 咖啡派对也可以 真的 然后她就家里好多件都可以 很不错 真的 好 所以今天的Celeste 就归我们介绍过 刚才的那个新娘的婚纱 还有这个伴娘的礼服 所以就给大家很多的一些意见去参考 希望大家都充满着爱爱爱的日子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Celeste 谢谢Celeste 来到我们现场 能不能介绍了这么漂亮的这些 婚纱还有这个伴娘的服装 对 没错 好 那稍后回来呢 我们将会有这个手花来介绍给大家 希望点早开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蝶双飘飘 现在的年轻人 一般都不会说潮州话了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潮州飘香 能够传承潮州文化 潮州的美式 马来西亚一般人吃潮州走 都是白州配一些小菜 在潮州大多数都是喝海鲜沙锅粥 其实我们的粥是圣鱼做的 客人点了不后 最少都要15分钟 只有圣鱼做成的海鲜沙锅粥 才不一样 现场煮的口感是不一样 水跟你是分开的 大家好 我现在会为大家介绍一些 潮州飘香特色的小菜 其实本地潮州乳水 跟中国潮州的乳水 什么不一样 最重要就是那个卤汁 只要一锅卤汁是好的 你放什么材料进去卤 那个味道 那个口感 那个香味都是一样 我们有湿头鹅 同时我们也会卤一些 猪大肠 猪耳朵 猪头皮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时间 至少都要卤3到4个小时 这个潮州豪宅 在潮州是一个 教育户晓的一道菜 就跟我们本地的蚝尖 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本地的蚝尖是湿湿的 豪宅烙就会煎成一片 好像葱油饼 旁边外脆 然后豪宅会集中在中间 还会保持着原汁原味 他们特别强调的是要配他们的鱼露 这样才能带出那个鲜味 豆腐鱼呢 豆腐鱼呢 在马来西亚也不是说很常见 它是一种鱼的品种 它的肉质给人一种好像豆腐的感觉 这一道菜呢 是没有骨的 炸了过后 给它酥脆了 过后我们再上一些酸甜汁上去 首先我们用的油麦不是粉底的 我们用的油麦是中国油麦 它稍微会比较大颗 师傅把他们当地的饮食文化 豆腐鱼跟这道菜炒在一起 潮州人通常会吃三咸 咸蛋 咸鱼 咸菜 豆腐鱼其实是咸鱼的一种 我们潮汕人的文化 想起牛肉丸呢 就会想到潮汕 会想到汕头 因为那一边出产的牛肉丸 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牛肉丸稍微特别的重 这个是给一些真正的 爱吃牛肉的人 他们是不会介意有那个稍味 希望我们潮汕飘香 能让老一辈的潮州人 想起一些熟悉的味道 年轻一辈的爱上这些食物 就像我们店里的传承精神那样 把这些传统的潮汕美食 一直传承下去 这就是我 忙碌工作 不健康的饮食 应酬令我长期疲劳 给了我黑眼圈 热气和肤脏 皮肤问题 舌苔和口臭 直到我遇见了他 嗨 我觉得焕然一新 哇 汤森Liverin 源自欧洲的奶剂精华 保护您的肝脏 汤森Liverin 肝脏好伴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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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两个位置 鸽台新力量 新旺发 十强即将戴上 鸽台新力量 新旺发 每逢星期六 下午五点 八度空间 独家播出 我养育了你十九年 你今日却想杀我 爹 我来玩吗 师父密室外的引爆器 正是来自江南霹雳门 列如歌下山 是不是去见雷晶红的 不是 只要我轻轻与辣 我会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地消失 烈火如歌 每逢星期至五晚上七点 八度空间 浴火成狮 全马首播 我想问你最喜欢什么花 玫瑰 为什么女生就是喜欢玫瑰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对那种 不是纯白玫瑰 就是对那种香槟色的玫瑰 真的情有多种 我觉得那种很高度 所以你出嫁的时候 你老公来接也是用玫瑰接 对 是玫瑰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我们今天有没有 我们的这个手花的这个 专家老师 是 我们有的是美君 老师 你好 是 美君老师 我想问一问 是不是很多女生出嫁的时候 都是那个手花一定要玫瑰的 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有很多流行 那种棉花的 对 棉花的玫瑰 还有我妹妹用的是满天星 满天星也是流行 满天星也可以 对 很漂亮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花 那么今天的老师 是要叫我们做这个手花 是吗 对 其实因为在外面卖很贵 所以即使你如果自己会做的话 我告诉你省一笔 可是要看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时间 所以准新郎现在立刻逼你的准新娘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单元 因为你就不用花钱买手花 对 但是我真的想老师 有没有手花其实有 好像我们有看过很多种不同的设计 有 先跟我们先说一说 手花有很多种 圆形的 瀑布形 水滴形 三角形 然后现在也是有那种爱的 整个爱的 那有没有说不同的礼服 还是不同的什么样 要用那种不同的特定的一些手花设计 也没有不过颜色配搭吧 就很重要 我是没有想过 然后大小 瀑布形啊 就是还有累赘的东西在下来 对 又是要来的 那现在流行的是怎么样呢 流行的是瀑布形的 流行的是瀑布形 比较大体 比较大体 看起来比较 比较贵的 当然也是要配合 跟婚纱是不是 我觉得也要配合一下她的婚纱设计 对 还有那个主题整体的感觉 是 那想问一下 我们立刻今天要教我们的是什么形状 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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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经典式的 是吧 对 比较简单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两种不同的玫瑰 还有一个粉红色玫瑰 是 然后这是什么花 这个是蓬蓬花 蓬蓬花 对 好 小圆圆 然后那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蝴蝶蝶 蝴蝶蝶蝶 这个是兔子的尾巴 这个在韩国就很流行 现在这个很流行 对 这个是不会死的 是吧 不会的 干了的 干了的 好 然后那个叶子呢 这个是尤加利叶 尤加利叶 它有一个香味的 千万不要买错 等一下你去买那个咖喱叶 因为它名字有点相似 等一下请来买错 等一下尽量不要叫你 不关我们的事 好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 我们选一个大的 最大的 玫瑰 放中间 好 来 我们一起来学 来 你学吧 这个最大朵的 对 这个不要大朵 是 然后我们再选几个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 然后围着它 那刚刚其实金文兵有说到呢 这个是 其实玫瑰也是有分的 有进口还有本地的 是吧 是 这个是进口的 这个是进口 所以进口的颜色真的比较漂亮 大家想要看主题 马来西亚金马轮的也不错 对 也比较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好 然后怎么样 这个我们一起来 然后 这个是手握点 然后我们就慢慢地45度叠下去 原来有技巧 原来有技巧 45度 我慢慢来的 你看 好 就一直慢慢夹着去 就是要围着它是吗 对 围着去 这个叫男生做 真的是 真的 还要这样做 对 你知道吗 不过要低过这个中间的 要低过 慢慢地 低过它 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哪一个是主 主角是那个中间的红色 那个红玫瑰 然后慢慢地夹 不要全粉红色 可以再夹 围着它 这个是中原一点红 真的 可是我发现怎么办 我好像连拿都拿不稳 要抓紧那个中间这个 所以中间点要抓紧 对 不然它就会跑了 好 再拿给你了 好 然后要再加那碰碰球的是吗 老师 为什么四朵包 你放这么多朵 可以 都可以 好 然后再加碰碰 然后我们再加叶子 好 那老师 因为这个花旁边有很多的叶子 我们需要摘掉吗 还是给它自然就好 自然也可以 暂时就给它这样子 有些人也是会把叶子摘掉 对 但你没有摘就看到它比较丰满 老师 我想问如果真的是在家里 做这个花的话 我想问几时要做 比如说明天要住假 因为我又怕它会卸掉 然后我又怕早上做来不及 对 前一晚通常是已经要拿到了 那是前一碗会比较好 前一碗 也要看是什么花吧 因为有一些花还不耐的 拿到回来是放冰箱吗 对 凉爽的地方 凉爽的地方 每天新郎在那边给它泡上 是 然后要喷水 好 然后我们继续围着它 继续再围 然后慢慢加 好 再加 一直在环绕着加 那颜色呢 有没有说不要选择太多的颜色 要给它均匀 所以现在够了粉红色 然后再加回红色了 对 这个比较好 全部要慢慢低过这些花 红色现在要低过它了 因为是圆形球状 对 你的不是 你的是凹凸不平 慢慢来 将来就第一次了 然后就慢慢加 老师的巧手 你看这么强 老师真的看到有点圆形了 真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搭配很漂亮 简单 而且颜色不要太多 对 就简单 这个可以低一点 好 差了 差了 那个再重一次 马上给老师指振了 来 这个叶子的话就不要给它 这个随意的 随意 看你喜欢怎样 有些时候要看到它凌乱一点 也有凌乱的感觉 对 没错 不要太规矩 我们其实要放这个猫毛 这个我们可以最后才接近 最后 她很喜欢那个 对 我们这种不乖的学生就是这样 可是我想问一般 你出家了之后 那个话你来做什么 你有拆起来擦吗 没有 过去哭了 有擦 有擦一两天之后就哭了 就没有了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就可以了吗 老师说不可以 这个可以低一点 还不够圆形 老师 我想问 如果在外面订做一个类式酱 交价多少呢 比如说类式酱 用玫瑰和红红花 百多两百 百六吧 百六 160到180 如果你自己去金马轮 买花给你的这个 自己做很差很远 老婆自己做的话 我觉得就 要慢慢给她 剩很多 是 真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当然也要依据整个感觉去订 颜色 可是一些人一致 我觉得交给这个专家 他做也是比较好一点的 真的 好像每次老师这样是不是 不然就不会做成这样子了 对 谢谢 好 这个再围着 要快一点了 好 来 我很快了 来 快要完成了 真的 老师的要快要完成了 真的可以吗 要抓紧 你的是 我真的很难 自己的型 清温冰型 可以 不错了 老师这样就可以了吗 还是还要再加 大概是这样 好 现在就加那个 肚子的尾巴是吧 肚子的尾巴 对 对 肚子尾巴怎么加 就这样子 我加里头 插进去 插在中间的 好 然后 插进去里头 很难 里面完全没有空间 对 然后就拉下来 它是插在中间 这样看到一些点缀 对 所以看到整个花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 不一样的 对 然后有一些 你招拉花瓣不同形状 可以吗 突然间有一个小小的 这样冒出来 你的是 来 我用这个 对不起 老师 你放弃它吧 这个太难看了 是 来 然后我们 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就是绑圆圆 绑圆圆 绑圆圆 对 所以为什么会选择黑色的 黑色 因为配搭这个红白 好 看起来就比较好 对 就是配起来 可能就会比较高贵一点 对 如果你用灰色 淺一点的颜色就看不到 因为强了 用那种红色 比较老土那种 红色 你买蛋糕以前的蛋糕 那种红色的 对 那种彩带 就是出来的感觉可能会比较高贵 对 不要太多颜色 好 这样子把它绑起来 然后围绕一下 对 好 这样绑起来就可以 老师 对 它下面不用绑棉花什么的 底下的部分是不是要剪掉 要剪掉 我们绑了先 好 可以吗 我们知道怎么样了 来 有点手忙脚乱 这个就是老师做好了的 对 然后我们把下面修剪之后 就是很漂亮的 给它剪平就好了 看到没有 老师 太漂亮了 对 好 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红色配一些粉色 然后一些白色 真的是很美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美娟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教我们做这个手花的 对 非常地好看 等等 这样子就可以步入教堂了 好 我们先先试一下 那么待会我们还是有很精彩的 这个节目内容要带给大家的 大家好 我是Jenny Liao 我是Hotel The Art的创办人兼CEO 我们在2010年创办我们的酒店 为了想要在众多酒店中脱颖而出 我们决定创办一家 以艺术为主题的酒店 给顾客一个新的感觉 我从小的时候非常幸运 有很多机会到不同的国家 体验他们不同的旅馆 然后我发现 从廉价酒店到五星级酒店 样子都看起来差不多一样 所以我是想要做一个有特色的酒店 然后我就想到了以艺术为主题 因为艺术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这就是Hotel The Art的名字的由来 Hotel The Art Section 19 是我们第二家的酒店 跟我们的第一家酒店不一样的是 这一家酒店是比较多注重在3D的壁画 现在壁画馆非常流行 所以我就想要融合3D壁画 跟每间房间都是单独的 然后它们有不一样的主题 当你步入我们的大厅的时候 你就仿佛走到了法国其中一个街道的感觉 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厅有欧式的沙发桌子 还有周围的壁画都让你仿佛身在欧洲的感觉 来到我们的房间的楼层 你会在走廊里也是看得到不一样的壁画 你也是会看到我们的房间的床头桌子 都是欧式风格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壁画 非常栩栩如生 这一间有六个房款 价格是适合社会的每个阶层 其中一个是以麻棚为主题的房间 那是一个家庭 就是有两个大床 适合两个大人跟两个小孩子的房间 然后我们也是会有两间 以哈利波特为主题的房间 其中一间呢 哈利波特的猫头鹰 会破窗而出为你寄一封信 另一间呢 就是哈利波特跟他的好朋友Ron 乘着车子破墙而出 我们也是有以金字塔为主题的房间 欢迎大家入住我们的酒店 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也希望满足到大家不一样的需求 再见 再见 乐活 慢活 星期五让我们一起来慢慢生活 来做瑜伽 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瑜伽老师 对 我们的那个老师 老师 你好 那么今天要教我们的这个瑜伽 是怎样的一个瑜伽 对 我们会集中我们的腹部 腹部 会加强我们的消化系统 也是帮我们收肚囊 这个很重要 收肚囊 因为我们一直被我们的观众投诉 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一直录我们的肚囊 是 那老师 第一个动作是怎样的 第一个是扭转一指示 我们要膝盖往脚子合住 好 吸气了双手提升 吐气扭转去一边 要注意不要把膝盖跑前 好 就是 要扭转身体 不要超过我们的脚趾 对不对 这个五个呼吸 然后做另外一边 好 做了另外一边呢 才往前弯 我们大概运动那个动作先 好 好 然后 然后往前 然后 往后 平板式 膝盖放下 老虎式 第二次 把我们的脚往后 好 右脚往后 膝盖往 吸气 吐气 把膝盖动头 动头 动头啊 老师动不动 动不动 下巴都动不动 真的 好 那个动作要收腹部 收腹部 那个方向是到头 好 再吸气 好 腰 吐气 好 动作跟呼吸联合 好 我们做三次 再做另外一边 好 可是完全动不到头 就是尽我们的能力 对 最重要是你可以感觉到 你的腹部 对 好 第三个就是船子 好 好 你要往后 停留在我们的 要倒了 对 对 就是要倒了 好 完全用我们腹部的力量去重 好 然后把脚绳持 来 五个呼吸 再慢慢做起来 做到两个呼吸 就赶快要起来了 你真的是完全可以感觉到 你整个腹部 对 而且我现在马上看到 但是你的脸是开始涨红的 对 立刻红了 所以你看腹部的力量 多么的大 是重要一定要呼吸 不要忍住 不要忍气 忍气就会红 好 我要这个黄蜂腰立刻来进行 不要再被你恐惧 对 好 我们请丁老师来带领我们 好 我们双手 住在胸口的中间 好 低下眼睛 深呼吸 放松 多两次 吸气 吐气 放松 多一次 吸气 吐气 好了 慢慢开眼睛 慢慢蹲下来 手指动地板 吸气 双手 往上 吐气 扭转去 右边 手肘放在膝盖的外面 五 呼吸 看住天 转头 看天 四 三 二 一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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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中间 吐气 吐气 往前弯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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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 伸直腰 把双脚往后 平板式 膝盖动地板 四点规 把我们的右脚往后先 膝盖弯 吸气 好腰 看上 吐气 膝盖动头 一 吸气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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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吐气 三 膝盖动头 收腹部 好 换左边 左脚往后 膝盖弯 吸气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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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动头 三 二 吸气 吐气 吐气 膝盖动头 多一次 吸气 好腰 看上 吐气 膝盖动头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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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们戳住 好的 好的 最后一式 吸气 双手往前 吐气 可以往后 停留在我们的脊椎骨 好 停留了吸气 吐气 把双脚伸直 五 要用腹部处理 四 三 三 三 要跌倒了 一 一 哇 吐气 我 我跟你说 最后的支撑才是重点 我真的感觉很好 我现在马上都汗流加倍了 对 它会加强消化系统 对 马上你会感觉到整身的血液在循环着 对 虽然才短短的五分钟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是除了就是可能你可以 就是可以收腰的一个运动之外 它可以加强这个 它的这个 对 什么消化系统 对 还有我们整个内在的能量 加强起来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内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那今天是星期五 那下个星期我们的课题呢 就会谈到 圣化会害死人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记得享受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下个星期见 拜拜 拜拜 éch群 我们下个星期五 快点 我们下期五 快点 快点 去吧 就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